今天刘德华在参加某访谈类节目时 谈及到自己在泰国拍摄广告时坠麻 香港演唱会中喉咙发言导致演唱会终止后的经历 他表示生病后公众的关心令他十分感动 而那些投资商的反应则是担心会不会亏钱 更有投资商抱怨一辈子没想过偷刘德华会亏钱 经过一系列伤病事件之后 华仔感慨到原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有度的 朋友也是有排名的 让他看清人情冷暖 那你发现你生病之后公众的反应是 跟你想象的是一样的吗 对 大家对我的那种祝福 那种支持 那种包容 我觉得 我觉得是一样的 跟我那么远的人 就是歌迷啊 他们可能接触到我的机会都没有的人 他们会担心我 反而投资 那些人他们会觉得 大家算一算 你什么时候补偿会比较 哈哈哈哈 那这次会不会亏啊 哎呦我真的一辈子没想过投留的话会亏钱 哦这个好 对对我回答我也没想到 原来大家的connection是有度的 朋友是有ranking的 哈哈哈哈 这样啊 就朋友这个字真的 一个朋友有很宽的这样子 嗯 这种时候内心还是会有点小小的 比较受伤了会不舒服 会有啊会有 无论是华仔还是其他明星 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放过了西门 希望华仔还能一切顺利 越来越好呀 打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